男人在沙发里找钥匙,却一不留神直接钻了进去,没想到沙发里面深不见底,没想到没爬多远,竟然发现丢失一年的猫咪,男人瞬间惊呆了,随着不断地摸索,他跳到了沙发更深处,让人震惊的是,沙发里面竟然有个藏宝洞,看到那么多金币,但他还没来得及去捡,这时脚下一滑,直接从万米高空掉了下去,还好他并没有受伤。 为了寻找丢失的钥匙,男人打开定位器,按照上面的提示,钥匙应该就在这里,男人好奇地把手伸进去寻找,没想到竟发现另一个世界,旁边还有刚长出来的蘑菇。 在摸索一年后,陈豪终于找到丢失的钥匙,然而更诡异的是,男人只是拿了一块沙发上面的饼干,结果却遭到沙发可怕的报复。 等警察赶来时,男人却告诉他凶手是沙发,可警察怎么会信,还以为他脑子有什么毛病,可男人吓得晚上根本不敢睡觉,与此同时沙发偷摸来到窗外,当男人想开窗逃跑时,却发现沙发在下面死死盯着他,男人吓坏了,赶紧关上窗户。 不料却被沙发弹簧挡住,此时男人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还是被可怕的沙发追上了。 很快领了热乎的盒饭,原来就在遥远的一天前,男人在外面捡个没人要的沙发,女友夸得真会过日子,接着一屁股坐了下去。 没想到沙发还是个老色批,晚上女人洗完澡,把脚搭在沙发上看淡淡电影,没想到却被沙发看得惊光。 第二天女人醒来,发现沙发上放着精美的早餐,她还以为是男友准备的,女人开心地露出西班牙,可男人只是吃了一块沙发准备的饼干,却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么看完影片后,你还敢随便往家捡东西吗? 这里的学生都不是人,只见伸出百米长的舌头,快速慢慢冲向老师后脑勺,吓得我赶紧点赞关注,老师感觉到不对,学生瞬间恢复原样。 然而下一秒,一个学生突然飞起,变成阿飘模样,接着更多阿飘,全都张牙舞爪的,扑向毫无防备的老师,我的天啊,眼看阿飘越来越近,马上就要把他掐死。 女孩示意她快跑,安娜被吓坏了,扔下腿就跑进了厕所,诡异的是厕所门被反锁上,灯光不停闪烁,更诡异的是,肛门全都自己动了起来,不断地开开关关,我的妈呀,这也太可怕了,吓得安娜尿不湿都湿透了。 更可怕的是,水龙头突然自己打开,嘘嘘嘘地呼呼往外喷水,一个飞火轮,快速旋转,咔咔咔地砍断所有镜子,搜得飞向他,差点把他削成两半,等安娜被人发现时,吓得只剩下半条命,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等他环顾四周,厕所却并没有遭到破坏。 第二天来到学校,安娜说四年一班的学生有点怪,主任猛了,因为这个学校根本没有这个班级,等他们赶到时,四年一班竟是破乱的教室,安娜被惊出一身冷汗,难道他教的学生不是人,回家遇到了女孩,女孩告诉他,千万不要回到学校,不然会被害死的。 安娜正想仔细询问,女孩却慌忙离开了,没想到男友录下了一切,可看到视频里,他竟然对着空气讲话,安娜吓得大吃一惊,男友觉得安娜中邪了,于是找到了大师, 大师立马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送给他一把驱魔刀,可他刚回到家,手机里竟钻出长发阿飘,女人一刀刺了下去,这才躲过一劫,可下一秒就接到恶鬼电话,此时的学生,全都变成厉鬼的样子,母亲也被推下了楼,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没了,所有学生都在放声大笑,安娜彻底被激怒,就像战神附体一样,苦吃一下就解决掉了一个,不等厉鬼反抗,全都把他们杂成了渣渣,仅用3.14秒,就干掉了所有人,他以为替母亲报了仇, 然而当警方赶到,却逮捕了满身是血的安娜,让人意外的是,他刚才杀死的竟是真的学生,当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时,真正的校长赶来了,原来之前的教导主任以及学生,几年以前就已经死了,这几天陪着他的都是死人的亡魂,更让人后怕的是,男友几天前,就用螺丝刀自尽了,而这把螺丝刀,这是男友带着他,从大师那里求来的驱魔刀,最后女人用螺丝刀,杀死了幸运的14名学生, 知道真相后,女人彻底崩溃 那么问题来,到底是女人出现了幻觉,还是精神有问题呢? 女人马上就要死了,而她却浑然不知,这时水里突然冒出一根胡萝卜,女人以为是男友在开玩笑,可诡异的是,90度的洗澡水,竟然迅速地慢慢降温,女人瞬间被冰雪覆盖,尽管使出吃爷爷的力气,也挣脱不开 更诡异的是,一只雪人凭空出现,双手紧紧搂住安娜身体,把她从水里抱了出来,接着朝身后的砖墙,不停地对了起来 而雪人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很快3.14个小时后,安娜巴基倒在地上,眉滋滋地领了盒饭,随后雪人插上霸气的鼻子,露出凶狠的表情 此时安娜的男友,还不知女友已经凉凉,这时可怕的雪人出现,男人可不惯着她,拿着两米长的螺丝刀,酷吱酷吱就干了上去,再扎了一百多下后,谁知雪人脸皮太厚,竟然一根汗毛都没伤到 可男人没带手机,雪人随便挥挥手,搜的一下,一只穿云剑,就狠狠扎在男人的身上 然而雪人并不想放过她,接着咔嚓一下,男人就领了热乎的盒饭,那么这雪人搁哪来的呢? 就在遥远的一天前,警察在押送犯人时,由于风雪太大,发生了交通事故,等警察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车厢里的犯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可就在这时,身后的犯人早已打开了手铐,就在他嘚瑟时,运送危险品的车辆,突然发生爆炸 车里100度的硫酸,全都喷涌而出,浇在了犯人的身上 3.14秒后,幸运的男人直接隔屁,消失在了大雪里,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犯人的细胞和血产生了反应 形成了一个雪人怪,从这之后,小镇里就频发诡异案件 即使从业50年的警察,也查不出任何线索,这个雪人成精了 而小男孩浑然不知,还把胡萝卜给他当成鼻子,精心地给他掏个嘴巴 可男孩却没有发现,雪人的嘴巴动了一下,还露出可怕的獠牙 就在这时,几个熊孩子出现,嘲笑男孩坐得雪人太丑 接着拿起滑板车,咔嚓干掉了雪人的脑袋,然而淘气的熊孩子 这次却摊上市了,只见雪人眉头一皱,推倒了熊孩子 刚好被快速驶来的滑板车撞上,妈妈咪啊 吓得小孩赶紧说不关自己的事 警察找不到线索,只能判定是个意外,伤心的老父亲伤心坏了 坐在木墩上思念着儿子 就在这时,他听到奇怪的声音,可眼前除了雪人什么也没有 老爷们内心慌得一批,赶紧抄起九块九的板斧 小心地上前查看,我的天哪斧头竟然被雪人抢走 咔嚓一下,陈好就吃上热乎的盒饭 随后雪人虚的一下,出现在男人老婆的身后 还没等美女反应过来 雪人用单身五十年的手速,把美女的脖子缠绕了九十九圈 接着酷吃一下,压扁后,直接放在地上疯狂的摩擦 最后挂在圣诞树上 十天后,等警察火速赶到现场 地上的水引起他们的注意,经过探测以检测,竟然可以瞬间冻成冰块 他们这才得出结论,凶手竟然是可爱的雪人 然而,正当警察开车回家时,却看见诡异的一幕 这个雪人可不是一般人 他竟然当着警察的面,开走了八手新的警车 愤怒的男人拿起A4,找到雪人后 砰砰砰地射了过去,可雪人竟毫发无伤,众人健壮 赶紧躲进了屋子里,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雪人化成了农副山泉,顺着防盗门的缝隙钻了进来 危机时刻,警察让其他人先走 他拿起吹风机,对着可怕的雪人,快速地吹出热风 谁知雪人真的怕冷,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他们逃到另一个房间,把煤气罐摆了一地 引来雪人后,众人跳窗离开了这里 把雪人关在了里面,男人射出一发子弹,引爆了雪人 本以为解除了危机,可雪人又从地上冒了出来 捡起地上的眼睛和鼻子,又恢复成了更大的雪人 知道雪人的弱点,他们全都拿起了吹风机 对着冲过来的雪人一顿狂吹 很快,雪人就少了半个脑袋 随后把他逼进火炉里,在烧烤了一天三夜后 被冻成了渣渣灰 可诡异的是,在高温的作用下 雪人顺着水蒸汽,又逃了出来 等人们发现时,他已经钻进警察的车里 危急时刻,男人踹碎了车玻璃钻出去后 还把儿子做的早餐,对在雪人的脸上 让人震惊的是,雪人竟然疼得哇哇直叫 他赶紧问儿子,早餐里放了什么 原来小孩怕父亲冷,贴心地加了防冻剂 真是个大孝子 这时受伤的雪人冲了过来 却被一辆闷闷车,酷痴撞飞了出去 警察赶紧告诉赵四司机 让他拉一车防冻液过来 随后又骗雪人,一起跳进了车厢里 很快雪人被彻底消灭 故事到此结束 那么你遇到这样的雪人,是害怕呢,还是喜欢呢 天空出现个大火球,飞速砸来 落在了院子里,瞬间冒起白烟 男人以为要发财了,赶紧跑到跟前 我的天啊,这不会是哪个神仙姐姐扔下来的吧 他开心地坐下来 看着这诡异的石头,拿出身上的尺子捅了捅 石头居然散发着蓝光 他迫不及待 伸出细皮嫩肉的小手,那105度的高温 烫的男人把手放进嘴里降温 看着变色的石头,男人心想 要是能卖到十块的巨款,自己就能成为富二代了 他赶紧去接水,想让石头冷静下 却不知石头已经发生了变化 等待中,发现被烫的手指长出泡枕 却不疼不痒,细心的男人也没当回事 他拿起接来的水,向石头倒去 伴随着一阵浓烟,咔嚓一声 石头破裂开来,里面还有奇怪的液体 男人瞬间变了脸,石块是卖不上了 两块总能有人要吧 一圈三连给个关注 他倒掉绿色液体,把两个半石头拿了回去 却不知他刚刚走过的地方 快速地长出了小草 他刚喝了一口过期的老汽水 突然发现手指不对劲,居然长出青苔 当他照镜子时,发生了更诡异的一幕 男人舌头长出了青草 诡异的是,连两根中指都长了小草 仅过了3.14秒 身上的绿植又长了很多 后背痒的男人,只能用门来蹭 应该是刚才摸了奇怪的石头 眼看小草越来越多,要怎么才能弄掉 诡异的是,电视机上也能长 就连桌子椅子也长出草 男人太害怕了,想出去透透气 打开门一看,妈妈咪啊 男人瞬间压麻呆住了 一圈三连给个关注 院子里的草长得比家里的还要旺 到底是什么滋养着它们生长 更离谱的是,房子上也长出了草 没土的地方也是一样 石坑周围的草也在快速生长 他觉得一定是肚子饿了 眼睛出现幻觉 赶紧回到房间 他翻找着柜子 拿出珍藏50年的老汽水 再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神仙水 把它们勾兑在一起 搅拌过后 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他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走到沙发坐了下来 看了会淡淡视频 迷迷糊糊睡着了 等男人再次醒来看了看周围 发现房间里的草越来越多 仿佛来到了内蒙古 他赶紧跑去浴室照照镜子 妈妈咪呀 这让男人彻底崩溃了 胡子男被噩梦惊醒 他不仅脸上长出小草 看看周围 竟然房子里也是绿油油的草地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赶紧跑去浴室 妈妈咪呀 自己变成了绿毛狮王 为了弄掉这该死的小草 他打开水龙头 脱掉衣服 准备洗掉这一身绿 弯下腰那一刻 他惊呆了 不是吧老弟 处于崩溃边缘的他 突然一转头 镜子出现已逝的父亲 并且告诉他 千万不要泡澡 不然就帮助了 这些绿植越长越多 早就养得不行的男人 看着浴缸里的水变了颜色 好像有着神奇的魔力 男人不顾父亲的劝说 直接一头扎进水里 第二天 路头也长出草 房间里的植物 像是吃了饲料一样 微快地生长 挤满了整个房间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仿佛来到了原始森林 此时的男人 已经全身长满了草 像是穿了一件吉利服 他艰难地坐起身 摸到了把猎枪 受不了的男人 拿起枪对准了头 就这样送走了自己 即使这样 植物还是没有停止生长 疯狂地向远处蔓延 作为四十多年前的老片 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意的 不得不佩服 斯蒂芬金的想象力 即让我们有好奇心 往下看的欲望 又揭露了人性贪婪的一面 看见美女千万别眨眼 眨眼就会变成石头 屏幕前的你也不要眨眼 这个女人偏偏不信 只见她的双手发生诡异变化 快速变成石头无法动弹 背后也长出石头一样的翅膀 女人还没来得及呼救 虚得就变成了哭泣天使的雕像 吓得我赶紧点赞和关注 这天女孩撕开壁纸 上面竟写着她的名字 女孩顿时猛了 好奇地继续查看 又出现两个字 小心哭泣的天使 事情变得越发诡异 她所信撕掉所有壁纸 上面赫然写着 安娜快蹲下 女孩莫名地快速蹲下 差点被石头击中 她赶紧环顾四周 只有一个天使雕像 为了弄清真相 第二天带着闺蜜来到院子 却惊讶地发现 天使雕像 似乎比昨天离她更近了 安娜告诉了闺蜜 但闺蜜显然不信 就在这时 门铃离奇地想了 他们难以置信 这座房子都荒废几十年了 更奇怪的是 来人不仅知道她的名字 还递给她一封信 更加诡异的是 信件是闺蜜给的 还说出了闺蜜的名字 安娜拿起一看 竟然是闺蜜六十年前 给她写的信 这时闺蜜 听见有什么动静 等她去查看时 有一个双手无脸的雕像 当闺蜜离开 雕像却拿开双手 死死地盯上了女孩 结果下一秒 直接出现在身后 女孩后面有个可怕生物 瞬移到跟前 虚地被传送到过去 这就是哭泣的天使 害怕地赶紧点赞关注 诡异的是 当她离开 哭泣天使全都站了出来 死死盯着安娜 无论她去哪里 都会被哭泣天使跟踪 而她并没发现异常 直到去警局报案 突然看见 对面站着两个雕像 可她只眨了下眼睛 雕像竟凭空消失了 而她不知道 危险离她越来越近 随后探长带她来到地下室 里面有个老旧电话亭 但门锁怎么也打不开 因为没有更多线索 安娜只能暂时离开 可令人震惊的是 空无一人的电话亭 突然出现一群雕像 探长非常好奇 全身贯注地观察着雕像 可下一秒 就被传送到1969年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博士就找了过来 并说到被天使盯上的人 只能在这里 慢慢衰老至死 唯一的办法 是给现在的安娜带话 另一边女孩想起钥匙 她急忙跑回地下室 可电话亭消失不见了 这时探长打来电话 等她赶到医院 探长只剩最后一口气 告诉她 一定要找到白名单 就是影碟里的彩蛋 女孩能和电视对话 吓得女孩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博士告诉他们 只要一直盯着哭泣天使 就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你如果眨眼 就能瞬间扭断你的脖子 就在这时 哭泣天使已经 酷痴站在他们面前 危急时刻 同伴盯住天使 他赶紧去找出口 但所有的窗户 以及离开的房门 都被哭泣天使封住 十年后 男人坚持不住 转头的瞬间 哭泣天使就顺移到跟前 我的妈呀太吓人了 这时女孩走进地下室 发现了电话亭 但同时哭泣天使也围了过来 试图吸取电力 把他们永远困在这里 关键时刻 两人打开门躲进电话亭 博士的投影突然出现 让他把光盘插进塔迪斯 此时的哭泣天使 却在疯狂地晃动塔迪斯 不知过了多久 同伴终于把光盘插了进去 可让人意外的是 周围物体变得透明 哭泣天使近在咫尺 眼看就要扭断他们脖子 很快就被围在中间 然而诡异的是 可怕的天使愣在了原地 男人定睛一看 哭泣天使正在注视着对方 原来博士用这种方法 解决了天使的危机 哭泣天使 贯穿了神秘博士整个系列 他们的每次一出现 都显得特别的诡异 那么问题来了 要怎么才能彻底消灭他们呢 感谢观看